第三场比赛S组 XYZ对阵北京微博 哈喽大家好我是零二 大家好我是陈葵 大家好我是潇洒 上TT语音一键匹配告别单牌轻松上分 赶紧下载TT语音 给力队友随时有王者之路不用愁 虎牙KPO夏日通行证活动重磅来袭 来虎牙KPO官方直播间 参与活动即可免费领取虎牙专属头像框 皮肤抽奖宝箱等游戏好礼 这个夏天一起来虎牙为喜爱的战队加油打扣吧 携手QQ音乐用音乐点燃赛事战火 前往QQ音乐听歌迎王者人要KPO专属好礼 随着KPO夏季赛开赛 2022夏季赛战令现已全新上线 前往游戏内获王者营地参与赛事战令 完成观赛等活动 白礼首约逆光新生信源不解 2022夏季赛战令专属回程 播报头像框等你来拿 那这场比赛呢是咱们S组的比赛了 这个积分形式依然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从目前的一个积分排行榜来看 北京微博和XYG都处于S组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北京微博呢是一胜一负排在第四名 而XYG是一胜两负排在第五名 两支队伍其实现在都有点悬 但相比较而言的话 北京微博的积分还算乐观 因为他们才打了两场比赛 只说一场 就这场比赛即便说他们理论最高积分 还可以达到一个三分 但对XYG来讲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再说他们后面就只剩一场比赛了 而其实从S组的一个积分来看的话 其实异星跟狼的一个形式还是非常稳的 两个定姿户就不用说了 第三名的一个佛山第二阶GK的话 他们其实除了打异星和狼 他们打其他队伍感觉都是游刃有余的 是的 这样这么看的话 其实就是北京微博跟XYG去争夺 第四名的一个位置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对 因为现在W现在确实是三场连败嘛 都还没有获胜 就这场比赛如果XYG再输就变成1-3了 那这个调位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所以他每天得加把劲 而北京微博这边呢 他们目前还未和狼新教授 上一场呢是输给了大魔王的智锦元 佛山第二阶GK 所以两边这场比赛真的是都想要咬下来 对 就北京微博是我 你目前就看我打了两场比赛 但是我后面的赛程就是魔鬼赛程了 对 而说起这两个队伍的话 其实今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是对于XYG来讲他们主教练变更 他们官博也有发道说 2022年春季赛以来 风军教练临微寿命 带我们经历了一段又一段 赛程密集的比赛 保住了S组合四强的成绩 由于长时间辛苦的抗压与备战 教练感到身体不适 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 经教练组沟通后一致决定 由助教教练IDXYG哲熙 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 出战今日的比赛 哲熙的话 其实大家在18年如果看过 KPL的话应该是了解的 其实当时执教于上海EDGM 包括和我们之前的同事 和我们的同事朱亨 之前是一起共事过的 没错 就虽然是我觉得在上海EDGM的话 战绩不是很好 但是那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那是上海EDGM哲熙 和我XYG哲熙有什么关系 是的 我现在他以前的同事 朱亨都变成了评论员了 对吧 就是识别三日集跟刮目相看嘛 其实回顾一下 我发现这两个队伍 其实XYG已经来了好几个赛季了嘛 虽然说他们这个赛季 补强了教练组 但是队伍存在的问题的话 还是慢慢的能够看到 一发明显了 而北京微博他们在夺冠之后 虽然陷入了瓶颈 但是他们已经经历了重生 突破了原有的瓶颈 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对于像他们这样的 在S组中下游积分排名的一个队伍 那两位觉得 如果想要挤入S组的上位圈 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 就上个赛季我在说微博的问题的时候 有聊到他们确实是因为重组 需要长时间的磨合 才能把这五个人的潜力 完全给挖掘出来 然后这个赛 他们上个赛季在季后赛 确实打进了S组 这个赛季在S组碰完面了之后 我觉得微博还会去慢慢的去吸收 然后去学习 对 我这五个人 其实上个赛季一直在讲 个人能力都不差的 对 差的就是一个磨合和经验 但是我觉得这个赛季 其实他们磨合相对比上个赛季 已经很好了 然后我觉得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都算是一个生死局 就我不夸张地讲 这一局是双方最好拿分的一盘 对 但是也是彼此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两支队伍的一个数据对比 从数据的层面上来分析一下 这两支队伍 目前谁更加有优势 场军助攻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北极微博这里的大团 打的还是蛮多的 抱团抱得很紧凑 然后击杀方面的话是差不多的 然后包括一血略 其实这两个队伍 数据其实差不多 对 但XYG这里我们一直在聊 聊到XYG我们就想到了一个 场军时长最长嘛 就他们打的偏拖一些 但近期的话 XYG其实能拿到一些前中期 比较凶的阵容 他们还是能够打出优势的 只不过说今天其实XYG有一个关键时刻的林郑换帅嘛 而北京微博后续又有一个魔鬼赛程在等待着他们 所以说他们俩大概率会有一支掉A的队伍 那么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来了 第一轮掉A真的是一件坏事吗 这也是今天荣耀辩论赛的主题 两位嘉宾请发表你们的观点 肯定是坏事啊 对吧 你掉到A组的话 你如果是状态不好 你有可能你在下一轮会掉到一个B组的卡位赛 但是你留到S组 我就算下一轮状态不是很好 那我下一轮还有一次BOT的机会是吧 像谁觉得呢 我个人也是赞成陈轨这个观点的 因为我觉得是往下掉肯定是一件坏事 因为你往下掉了就证明你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组别打得不是很好 然后你出现了一些问题 你要通过一些 你真的觉得你的实力够的话 你掉到下一个阶段的话 完完全全能打回来 完完全全能调整回来的队伍 我觉得不一定 比如说像上个赛季的佛山第二季GK 他们掉入A组脱离了狼心的魔爪之后 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队伍都能够像佛山GK一样 你掉下去了之后你还能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 然后慢慢地去学习进步 然后把自己的阵容完全摸合来之后 来S组还能乱杀 但我觉得这两支队伍都有这样的实力 是有这样的实力 但是A组众所周知是最混乱的一个组别 因为他向上要进两名 然后向下的话要退两名 然后他其实也有从B组杀上来的一些新鲜血液 对 就是在A组是 比如南京又是酒精 是啊 在A组我是觉得最动弹不安 最不确定的一个组别了 其实我觉得每支队伍的情况不一样 你像佛山第二支GK的话 他们虽然掉到A组了 但是那五个人曾经是战到过士冠亚军这个高度上的 对 其实找回状态的话是能够杀回来的 但其实对于北京卫国军XYG来说的话 他们其实留在S组会更好 因为你跟强者交手 你才能会变得更强 就是像XYG他来到S组之后目前还没有掉下去过 然后他的进步我们是有目共睹 他的学习能力 所以在S组不断地去和强队交手 然后即便是有的时候输的会很惨 但是他每一局都会有所收获 对 就是这个赛季的话 XYG他们目前在积分排行榜上不是特别理想吗 对 两位觉得他们这个赛季暴露比较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目前来看的话 XYG还是反映了一个问题 就当他们有的时候阵容拿的偏后期一些的时候 他们就只能往后期拖 然后拼过自己通过自己的手法 然后通过团战的方式去取胜 但我现在就是大家可能都想给到XYG一些意见 就是希望他们在前中期调优 让他们在前中期就打得更好 他们其实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说他们有的时候会去遇到一些问题吗 这个赛季我觉得他们其实已经做出很大的一个改变了 之前是比较喜欢拖 但是他们拿到一个偏前中期的一个阵容化 还是会前期的进攻性是很强的 但我觉得今天其实的新教练哲悉 他的BP可以去往前中期去做 因为其实前面的几场比赛XYG是打出来了 对 而今天他们的对手是北京微博 我觉得他们到了后期也不是一支能够让人小瞧的队伍 北京微博的前中期也挺强的 对 所以今天的比赛对于两边来说都是一场苦战 但是也非常的精彩 前方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可以看一下北京微博在前面的比赛已经交手完了 CNWE和福山第二季GK 还有狼星没打 对 下个礼拜他们将会先战星再战狼 而我们要看一下XYG将会在下周四的第三场比赛战狼队 而狼队在昨天的比赛表现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将会大概率的决定 他们谁能够保在S组 如果输的那一方则大概率调到A组 尤其是XYG 是的 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双方的第一局的BP 这场比赛的XYG在赛前做了一个林郑换帅啊 哲熙以代理主教练的身份上场 时隔多年他也是以S组的主教练身份回归赛场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他跟花楼之间的较量 蓝色方北京微博先办先选 先出要了蒙田版本答案加上顿山 这样的话马超阿古朵和大乔 先把宫孙也抢掉 否则的话这就是大乔加宫孙一起放给XYG XYG反过来就直接把大乔给抢了 但是他们自己也处理掉了一个老夫子 这样的话他大乔就配不了老夫子了 配了个李元芳 他们可以配一套标准的大乔阵容 就常规大乔阵容 配个坦边连坡或者是项羽猪八戒 连坡项羽猪八戒 然后中路的话来个能倾线的法师就可以了 没错 当拿大乔的时候 紫墨的关羽 以及星宇的张飞双推英雄就直接出现了 目前前三手三个推 克大乔 很克非常克 一会儿中路再来个西施 项羽 项羽打公孙力 如果能够一闪推到的话 一个大招公孙力也就废了 对保证自己有一个很强控制的情况下 对于公孙力的伤害也是很高的 是的 把西施给搬掉 关键是如果关羽进场被项羽二技能挂到的话 关羽的伤害也会减很多 大打折扣 对 减近一半 接下来的班位 搬掉了西施 再搬一个不知火舞 感觉 接下来的班位都要针对中路了 什么东西搬掉 这两个四个班位可能都是中路 你再搬个周瑜呗 北京微博可以考虑搬 他搬了橘子 把周瑜放给了XYG 看XYG四路会不会选 XYG如果选周瑜的话 那北京微博赢阵了 所以看XYG接不接这个招 因为他是红色方 他可以把中路放在最后一手出 对 不想先选的话 就在蓝镜当中挑一个 蓝镜当中挑一个XYG先选的一个蓝 九月自信的蓝 那镜 北京微博 北京微博可以镜加一个周瑜 纳可露露 没选镜 因为镜在前期打蓝确实好打 但是后期的话确实不是很好打 他打纳可露露爆发伤害来的更加直接一点 而且这个英雄的话对比上镜 打项羽可能要更好一些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打大强越好打 爆发足够高 赢阵 不管了 这个周瑜你拿不拿 赢阵都先出来 对 因为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是蓝色方的最后两选 不然北京微博他拿周瑜的话 XYG就是拿赢阵 对 还是周瑜 不重要 不重要 他周瑜只要有个能倾线的 对啊 而且你有大桥在 不重要 再让周瑜这个英雄的话 也可以去封一下关羽 没错 我们今天看到了第一场比赛 还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周瑜直接一上来转线去上了 对 第一次比赛 你看配了个项羽 项羽配合周瑜 其实对于防御塔的一个伤害是特别高的 没错 那把也是周瑜打关羽 周瑜一上来就走着对抗路 然后三分钟就把上路的利塔给推掉了 双方的阵容已经确定完毕 像中规中矩的两套阵容啊 一套大桥一套专门打大桥的阵容 往往都是专门打大桥的那套阵容能赢 是吗 那还是得看大桥阵容的熟练度 我认为大桥阵容 只要你大桥阵容玩得好 整个体系完备 其实是不怕他要那套阵容 对 因为大桥体系的一个优势在于 他可以在瞬间形成一个以多打少 他的转线是非常快的 这个英雄的节奏是要比其他阵容 来得更加的诡异一些 没错 那么作为一个打大桥的阵容 他要做到的是什么 他要猜 首先他要具备一定的强开能力 然后强制位移能力 然后在前期到无所谓 主要是中期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你得去猜大桥 他运营的一个方向 是的 你猜到一波像什么张飞 关羽提前埋伏一下 那大桥就炸了 所以这是一个心理博弈 心理战 如果大桥的转线逻辑被刚好猜透 这套张飞加上关羽 那可太多推了 对 太容易把XYG的人 从电梯里面推出来 对 所以这局比赛双方 那多少个心眼来着 一百个心眼名闻 带出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双方在这一个BO5的第一局的博弈 这套阵容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卫博带了双成级 新宇的张飞还带了成 但前期的话 对于对手的野区 可以有一些骚扰 但是因为周瑜加上项羽的存在 包括在边路的李源芳 他们这三线的强度还是足够高的 所以想进到野区 直接进攻还是比较困难 不让别带着北京卫博的主场 荣耀加冕 追梦不休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进入双方的第一局 蓝色方北京卫博 红色方XYG 我是瓶子 我是黄超 看一下开局 开局走了个常规分线 嗯 修斗帮看个视野 要不要帮蓝打一下野怪 酷鞋想过去推一下buff 但是被子墨这边看到了 中路这一波 线还是抢不过 大乔加周瑜太快了 张飞直接选择堵在自己家的野区 入口 去消耗林梦的一个技能 没错 如果你要反的话 可以给你两个小熊 但是大熊是不会给你的 紧接着到下路来 这个城也不交 然后留到中路的河道阵营再交 光宇的位置被向云给卡住了 子墨没办法来中路支援 这把酷鞋就盯着子墨就好了 就看着他 你也来不了 郭顺利顺带来蹭波线 看酷鞋要不要把这个推回去 没来得及推回去 直接被向云逞掉了 他只能去推一下子墨 是的 因为下路那个河道之灵 没有去选择放城嘛 秀斗刚才站位非常深啊 是去吃了乔西的血包吗 得看乔西塔下还有没有了 中路先动手 逼出了西河的进化 是的 中路这一波线抢完了 看花卷往上靠 秀斗里远方只要和平到四级再下落 哦不行 这把是个公孙黎可以把他的盘子给吃掉 所以他的手线 如果北京微博这边带着张飞过来 或者迎正过来的话 他还不是很好手 所以他更加重视中路的一个兵线 对 这把林梦的一个周瑜并没有去 一直往边路走 他是一直在中路 一直在中路住着去拿中路的一个线权 对 然后去上路 能够解决这个办法的就只能去抢远端线 但是远端线如果要是抢到了的话 下路还是可能会面临着防御塔的危险 目前为止上半区的子墨这条线 还是拿不到任何线权的 如果XYG一直这么做的话 能够我们之前在上个大阶看到的办法 就是关羽直接放线到正面来之间 这波北京微博可能要先出节奏了 先选择摸一条龙 他是暖阳来中路抢了波线 然后帮着队友直接带着一起走 拿一条暴军迎正去上路支援 但是上路关羽现在面对到项羽和周瑜的压境 是有点吃力的 没错 但他也没有交大招 线是吃到了 防御塔被推了一半的状态 吃了个塔兵 周瑜要不直接住在上路 其实可以不用来中路 我感觉子墨要去了 要去下路了 这波被看到 想来抢中路和道之灵 是做了一个换线 子墨来中路清这波 现在迎正就可以去上路守线 没错 这波秀多的闪现在蓝区被打出来了 下路位置卡住 张飞是有四级的 大招给了个大招 想把人赶走 但是这波关羽也在这里 项羽过来 给个一技能推一下 但没推到 回头纳可吐鲁 扑到了酷鞋 但是项羽啊 被动还没打出来 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人赶走 是 再反一个一组小野怪 双方的打法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XYG在尽可能的创造给九越发育的环境 让九越这两波在上路发育了一下 而暖阳这里的话 他打野是边跟着自己队伍的节奏在走 然后一边在发育 北京卫博他这波其实算是成功了 因为他逼出了西河大桥的第一波大 让他们的第一波节奏没有起来 是的 而九越的这种蓝的话 则是趁着北京卫打超路经过 哦有招飞啊 被控死了 是的 沉默了 放不出大招 项羽的连控加大桥的控制 那这波没张飞 下路要不要抢压一手 大桥手里有大招 但得看一下子墨的关羽位置 视野给到了 关羽一个推 推出了一个进化 项羽再顶一下断个马腿 再顶回来 不想让西河走 顶到了队友的脸上 怎么拿到这个人头 但乔西这一波换散回去 没有被挂满四层标 引着贴连扫射 但这一波九越过来了 挡住了致命的一剑 张飞此时感到 想吼大招 但去留点远 不能直接吼死了梦 想立马转个中线 想破中 是 秀都在往中赶 我一直被卡住了 那这一波中一塔没了 闪现躲掉了九越的处决 这波 XYZ亏大了 没有人去卡这个关羽 嗯 紫墨这波绕后啊 当他出来的这一刻 XYZ是有点绝望的 西河这里他把所有的技能全交了 对 他这个圈放的也非常的靠前 他也过不去 他如果要转那个圈的话 就会被乔西给点死 花卷这个剑 最后几件是落地的九越半弯挡到 像XYZ当时那种情况下 蓝是没办法过来的 蓝是在中路补线 所以没办法去卡那个关羽 那能卡关羽的人 其实只有大乔 这一波张飞大招碰得很漂亮 迎证这个大招 暖阳没往里扑 火力压制一波进电梯能走 是的 秀都在旁边给暖阳挂了一层标记 扑进去就会吃满炸 主动进到蓝区 节奏也烦起得很快 但是暖阳这一波大招 不停举下成绩 这一波攻凶的一个大招 推出了圈 怪不得再踩一脚 这波林梦走不掉了 再顶一下 把人送到了脸上 在这波蓝二只能顶一手 但是被关羽又推了回去 暖阳拿到了二连击破 这一波XYZ被打了一个零换三 连炸两波 XYZ大桥那个电梯的位置 是公孙黎完美放大的一个位置 是 你看公孙黎正好在这堵墙这边 你这个电梯还放在这堵墙这里 没错 不就是给公孙黎推的吗 乔西推了两个出去 然后紧接着关羽过来踩一脚 这个电梯放得有点草率了 是的 两波打完经济差 北京一波拉开了两千 快三千块 这个阵容确实对于大桥的这个电梯 推的东西太多了 三个角度 张飞 关羽 公孙黎 是 关羽还不止一个 像公孙黎和张飞 像公孙黎和关羽 可能会有人比较好卡 去影响他们进场的一个角度 但张飞 这个吼的话是比较难断的 那一口太远了 当前暖羊的经济排在第一 5229 差距不大 主要是在射手位的对位经济上有差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羽这边的经济高 嗯 向羽这边经济太低了 嗯 这边还没有什么摩抗 被预判到了 看到了不敢带了 想出来带线 是的 大桥提前放了个电梯 让他俩清完线走 没错 这波上路的兵线 带掉了XYG的一塔 XYG五人全在下半区 张飞已经把视野摸好了 上路关羽 已经可以跳出来直接点塔 对 上路这个二塔也可以拔的 没人手 怎么一刀一刀一刀的砍 没推掉 看到里面方过来了 现在是十分钟还没到 这是最后一波龙 看要不要打 幸宇的这个赞位 已经让XYG没法把线带出来 是的 然后关羽也是卡住了 XYG的整片红区 XYG他们知道这种 以目前的伤害量 也杀不掉这个张飞 而且也留不住关羽 对 对于这种贴身刺客 打持续伤害的贴身刺客 像蓝 星宇像张飞这种 出这个版本 虽然说是专精装改造 但还是很有效果 最近的几场比赛 我们都看到了 专精装依旧在赛场上 被选出来 星宇这视野给的是真身 二技能跳到脸上 让这一个炸的伤害不是最高 细节 主约卡在最后电梯 关上的时候进了圈 防止被宫苏尼推出来 对 这波项羽一副想包的样子 但是关羽还在最远处 对 这波是能打的 张飞一口大招 喷到了很多人 但是花卷没能扛住 这波宫苏尼在旁边 也跟着伤害 带走了秀动 乔西拿下这个人头 关羽在中路 可以直接破一下塔 是 下路也有一个残血炮车 那就拆不了 这波XYG是个多塔少啊 张飞这个喷喷的很不错 是 他那种有一种拦腰斩断的感觉 没错 XYG刚好想往前扑 然后星宇一个大 两边都有减伤啊 一个项羽一个张飞 对 又被看见了 嗯 但是这波星宇没有大招 阻止不了XYG出来的 是 10分钟 暗影暴君暗影主宰全部刷新 假摸一下暴君 这里吸引XYG的人过来探视 然后那可露露另一侧 开始打这条主宰 先把主宰打掉 这一波主宰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大乔不在 不敢过去 下路把他推掉 太多电梯走 XYG这局挺难打的 因为逆风的情况下 大乔带不出去 然后北京微博这把视野给的特别好 星宇和紫墨 你也不可能带关羽那条线 现在关羽看到了 XYG必须人多再带关羽这条线 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 关羽是可以一个人操作你们俩的 然后关羽看到人多 他就直接走 也不跟他们打 对 然后反过来 远端线的这条龙就可以带掉 关键是现在暖阳的龙还没有放 暗影主宰还在手里 然后现在他们又拿到了暗影暴君的buff 这波龙放中路了 赢阵这个大招项羽有点扛不住 对 他的魔抗还没有出来 他在反甲之后做的是一个守护者之凯 然后紧接着才做的声音斗篷 没钱呀 这就是这个版本对抗路的待遇 这个塔栅有了一个减速带 这样可以让两条龙同步进行 中路要开始给压力了 是的 赢阵第一波大已经扫出来 双龙一起进 大龙先向前 张飞要吼 是的 吼到了四个人 风村里已经在摸塔了 夏宇想进电梯没进去 对 库鞋有点扛不住啊 下路龙也进塔 是的 纳克鲁趁机摸两下 中路的防御塔保不住了 只能保边路的高地塔 蓝这波进去 大招推回了一个残忆的张飞 快乐这波也经常推了一下 但这波库鞋顶进去之后 纳克鞋回头一个大招 扑死了库鞋 人都给到了强心 赢了再扫一个大招 把契克的大强也留在了高地塔下 这波九月把新宇开回去的时候 好像新宇拍了一下 拍了一下 触发了一下 他的一个专精装的效果 对 正军与虎效的被动 就导致于好像没伤害这波 是 张飞他在 出了正军与虎效之间 大的专精装之后 他变身 他二技能 只要拍出来 他再会有个持续四秒钟的弱化的周边的伤害效果 所以你推回去没有用 来看一下这一波 九月 找机会 他再找机会 然后推回去 张飞 拍出来 二技能跳出来了 对 他二技能直接跳出来 他们就跟不上了 对 再跳 贴脸 伤害不够 没办法 把这个角度的一个人从电梯里推出来 是 再扫大 九月在绕后 九月在绕后 但暖炎啊 是的 洞察到了 这是野王队野王的信心相惜 知道这时候你不在高地 就一定在我方身后 把所有的后方草都拍干净 他现在九月的伤害可能会有点不够 因为他这局比赛的经济差 已经被北京微博拉开到了1万亿 他目前还做不出破军来 只有一个全新仓球 原来在北京微博拿完这条暗影主宰之后 留给XYZ的时间不多了 对 这波大龙放上放下 这波大龙就直接放上路就行了 他们在推塔的过程中有那个暗影之境 有一个免伤加成 会更加方便他们打团在这条路径上面 XYZ这个阵容呢 主要还是经济差所致 要不然的话还是能打的 对的 就打防守反击的话还是可以的 现在就是纳可露露太肥了 他一个人可以单方面盯住九月的蓝 然后张飞一个人顶在前面 这么肥的一个张飞他们处理不了 6700块的张飞 比向羽的钱还多 二技能竟然就跳 这个大招要不要吼一下 被大招推了一下 稳了一手 这波吼的话 那这条龙就没有办法上高了 对 主要目的还是把大招留着 用来破高地 对 他跳到脸上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看到你了 你回家 准备在高地迎接这波团战 蓝这个位置带出去 纳可露露和关羽要包他 大招给了个大招 没办法打断 关羽太远了 上路第一条龙 没交什么技能清 上路这条大龙已经有点难清了 主要现在乔西的竹日之功刚好做出来 公孙离神装 银正大招先压位置 把人赶走之后 公孙离立马点高地 而且还 关羽的位置还逼迫着XYG 不敢守这个塔 而且张飞现在大招还没交 一会儿破水晶的时候可以交 对 修多已经交完了一 三条龙 这波一起来到了水晶下方 张飞大招守三个 关羽在旁边踩一脚 下雨被推了出来 赢阵直接扫关羽再来一刀 西河先倒下 这波蓝赶紧交出一二 撤回到泉水里 但是龙跟超级兵又来到了水晶下方 所有人可以直接激活秒水晶 但是这波XYG 输死一波冲了出去 但是暖羊娜和鲁鲁回头再爱水晶 可是最后还倒了 关羽还来一刀 没有能够成功推掉 就是他最后的一丝血 XYG守了下来 一波二换五 李文芳拿到了一个四连决胜 对 秀斗最后没有阵亡 他一直在泉水里 最后北京卫博他们选择的是 一个一个上去来推这个水晶 看这波张飞先吼 吼完这个大招之后 多顺利把向羽推出来 秀斗这波没有被处理掉 他先被打回了泉水 对 然后在队友的身后方一直输出 九月也没死 也回泉水补了一口 对 然后子墨这一刀也没把向羽给劈死 秀斗啊 闪现上去补普攻 乔西这波复活甲换慢了 是 这波团战就是子墨 复活甲换出来了 暖阳复活甲换出来了 在这个经济差之下 就差乔西一个复活甲 没错 他只要换出来 他回头点两下水晶就没了 因为水晶下方有兵线 是的 那波团暖阳也好 子墨也好 都发现已经处理不了秀斗了 所以选择回头 所以选择回头 一个一个上 去把这个水晶给磨掉 但没有成功 秀斗的四连超凡 极限手甲 背水一战成功啊 但现在的经济优势还是在的 等下一波龙 看看XYG这条龙能不能驳一驳 他如果能够把这条龙驳下来的话 XYG这三路高地 暂时的压力是可以缓解掉 我感觉可以稍微拼一下 这个时候张飞没大招 而且秀斗的经济是够他换复活的 没错 那可路正好在下路带线 那么XYG这里项羽 项羽回程了一下 但有一点啊 这时候站出来打 就给到子墨关羽机会了 他就能绕了 关羽没人盯吗 对绕出去了 没人知道关羽已经绕后了 攻速临时里拼一秒 这边先打起来 乔西先倒 关羽这波经场 推了一下把两个人推到的圈 但是回头顶一下 顶到了秀斗 秀斗二斤的犯规一下 但是上有个复活甲 子墨的伤害不够 九月追上去 回头可以打龙了 这波就翻了 这波龙打完 就有机会翻盘了 北京卫博刚刚 在终结比赛的时候 过于着急了 他们其实可以在等候 面一波兵线 或者说就干脆 乔西这里直接把复活甲 买在身上 当时那种情况下 是 XYG刚刚在正面开得也很果断 关羽还没有到 他们就先冲到了乔西 把乔西给开死 暗影暴君 在拿掉之后 伤害就高了很多 看了几波 感觉XYG对于关羽这个点 就没怎么防他 他们脑子里面想的是如何去输出 北京卫博前面的人 对把正面击溃就行了 然后真的等到关羽进场的时候 就各凭本事 刚刚秀斗旁边都没人保他 秀斗就靠自己一个二技能翻滚 然后靠自己身上的吸血 对回了一口 现在 这个团战 必须要把大桥的圈给处理好 如果电梯放得好 XYG团就很好打 如果北京卫博能够把这第一波的电梯处理掉 那北京卫博就能打赢 这里面方想蹲人 嗯 没蹲到 关羽的马眼是探到草里面有人了 是的 这是张飞带着纳克露露想绕后 但被项羽看见了 XYG直接选择坐个电梯回家 大桥带着人过来 他们想直接奔着龙王去 想把龙王给秒掉 这个速率上可能要来不及 来不及了 互抢视野 抢完视野先进中线 下路的兵线 谁这个时候要去带一下 正好秀动的状态不是很好 子墨可以腾出时间来 赶紧把下路兵线推过去 也要下线压力的话 那么9月就得回去 把这路兵线处理了 嗯 这时候北京卫博就可以请求线 哎 想秒了 但是XYG要拼了 是的 先不管兵线 直接打 龙孙黎还在自己的红区 张飞线二行能跳进去 手里是有个大刀 银正大刀扫出去 大刀有圈准备好 修动二行能翻滚进去 关羽这波是个绕后的位置 最后龙暖羊一个二行 这个成绩把龙给拿到手了 这波终于残血 到了龙坑里 但这波蓝二行能转起来 受割 但是暖羊这波还成功 击杀掉了9月 这波修动二闪天脸 一个平A 秒掉了乔西 但是关羽也被项羽给拦住了 关羽能走掉吗 暖羊 可以走 保一下 双方这波打了一个二换三 还好暖羊抢到了龙 这波要不是暖羊把龙抢到 XYG就一波了 就是拿到了龙王也没打赢 9月在龙坑里面等着 是 他在等龙的一个血量 张飞先跳上去 挂了一个减伤的效果 然后这一吼 是空了一下9月 没错 张飞这一吼还挺关键的 那林梦这一波一个辉瑞躲掉了暖羊的二技能致死伤害 然后回头又扑了一把火 然后就是秀斗 秀斗 真秀啊 李源芳二闪过去一个平A暴击出2405 对 秒了乔西 就这个团战有很多不明AOE 尤其是周瑜的火 周瑜和大乔 嗯 也对乔西的输出环境很考验 秀斗的李源芳就是这样玩的 联盟应该就只有他这么玩 嗯 关键是他的这种二技能闪现 二技能贴脸 他的成功率很高 他总是能把人换秒 他把这个李源芳当成了一个刺客在玩 对 他能把人秒掉 第一波的时候 他会现在团战的边上 先看着 先等一波关键技能交完 然后就开始找对面核心位置 其实刚刚星宇跳进去 已经用二技能挂到了几乎所有人了 对了 但马上大乔一个电梯就放在边上 是的 关键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进 我风暴龙王的buff已经拖了过去 还是要下一波风暴龙王决胜负 我电梯都回去了 上路的兵线处理完 再打一条风暴龙王 张飞为了保证自己在探视野的过程中 不被无意义的消耗 也是补了一个霸者 能够有一个续航 对 保证自己在前线一直能够去开一个视野 这局比赛能拖到这个阶段 秀斗功不可没 是的 守水晶的那一波死杀 关键 这波想开了 对 张飞先喷大招 关键这波进场先推大进化解一下 秀斗没有二技能 明镇侧边关键进场 踩掉踩到了三个人 回头再顶一下 这波林梦再开一个辉月 所有都在圈里 回去了 林梦还没死 最后这个一技能挂不过没有转死他 但是水晶下方全是超级兵 再冲出来 9月这波收割 乔西已经复活了 二技能再赚一手 乔阳一个一技能打出了9月的第一条命 赢阵大招早出来 乔西跟输出 先带走了西河 但自己也倒了 这波团战乔西操作起来了 如果不是乔西操作起来的话 北京卫博这波就炸了 我紫墨那波进去也给到了XYG很大的压力 对只是可惜啊 紫墨那波是真的可惜 一个大招喷到 然后紫墨这波大招第一波是推空了 但是后续的毁灭性啊 这一脚踩的 太夸张了 但就是最后XYG的人残血全部进了电梯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乔西 上去点一波 但是没有点掉裤鞋 瞬间换出复活甲 是的 然后站起来 一个人在后面打三个 一个人坐电机回去了 是的 再点一下 然后这一波 XYG滚脸 但是没办法 花卷手里有大招 这段汪拳刚好贴到了XYG的脸上 把XYG给烧死了 这两个队伍就是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这也是S组比赛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地方 只要出现一点点的失误 比如说这波暖阳 那可录了一个走位不胜 直接被九月打了一下 对 但是在兵线上面 XYG下路的兵线压力太大了 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这条风暴龙 是 所以暖阳就有时间 从家里面补个状态出来 现在这个超级兵 XYG要清很长时间 关羽这里在给压力 关羽不走 这样的话九月一个人就不太好清晰 子墨想跟九月皇城PK 先顶上去再顶一下回来 然后这条龙最后的归属 虎鞋被活动扫死了 巧希补上了伤害 在这波秀动 把风暴龙抢到了 全已经准备好 但这波九月在圈外 狗说力把两个推了出来 是的 但是终于这波点下 暖阳给点死了 已经在给一个异技能 关羽到了 花卷跟叔叔把林梦给击杀掉 又是秀动 秀动这一局 可谓是福大厦之将情 在刚才自己家打野没法过来的情况下 在暖阳手里抢到了这条风暴龙 对 秀动今天第一局的表现 就已经拉满了 而且刚刚咒语啊 咒语跟蓝都在家里 你跟关羽在家里牵制了两个人 正面四打三 其实正面直接开就行了 是的 而且第一时间是把项羽 给公孙霖和银正是把项羽给打死了 对 你直接开他就行了 关羽在那里蓝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怕蓝传大桥的大招过去 所以关羽他去推 一直给控制 而且关羽在那里不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两路兵线特别好 他一个人在那里可以影响九月 一个人回去 所以他的周瑜不得不也回去 不然就没办法把那个兵线 从关羽手里收下来 是 因为你中路的兵线你是拦不住的 蓝成的蓝以路兵线 他把人推到了线上的原因 就是因为想要中路的兵线过去 所以周瑜也不可能坐天机过去支援 这个兵线清掉了 风暴龙王的buff已经结束 还要再等一条 风暴龙王 再等一条 已经不重要了 就看谁 谁能抢到最后那一条 对 30分钟就是风暴龙王满盾的时候 这是有偷塔的想法 想要偷个远端线的塔 高级兵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就走了 刚好把这波线给断了 对 但是一会儿还有一波会在高地门口 没错 就现在这个炮车 就这三个兵已经足够把高地给推掉了 所以北京卫博在看着龙还有40秒刷新之前 先把下路兵线处理掉 不用着急 北京卫博他们是在龙坑位置 只要打拉扯 三路超级兵就会帮他们 把XYG的人逼回去 这就是前期铺垫下来的优势 对 重打时间差 但这波看到了 一闪顶到了 赢赢赢的直接被秒掉 花卷连闪都加不出来 又是一波 这波XYG开团的一个契机就是 那可露露前脚刚在下路清环线 然后张飞在野区 在XYG蓝buff野区 对 所以他们就忙冲一波 从左草冲到了右草 总得有个人 是 赢赢赢还有20多秒复活 在龙坑的位置 XYG是可以选择打这条龙的 就算正面接团的话 他们也不怕 五打四 关羽现在想把兵线披掉 有点困难 上路这个线很肥啊 上路这个线很肥 还有中路的线 中路的线被关羽带过去了 对 北京卫博可以偷家 但是他们可以坐电机回去 那好多路直接不仅想抢了 但没有成功 9月把这条龙拿到了之后 直接粘着暖羊 暖羊被打错了明灯 阵亡了 但是这一波刷了一波龙 子墨想过去偷家 但是这个想法被刷出来 这条兵线给拦截住了 北京卫博目前已经 看得很渺茫了 对 就面对这个大桥的阵容 他们最好能够终结的那一波 没有成功 再加上现在拿到龙王之后 他这个风暴龙王的护盾 太厚了 是 30分钟 满盾 他是每30秒加1.5%的盾 看他们能不能守到下一条 风暴龙王 有点难守啊 这三波线 感觉能把北京微博的高地给他破掉 主要这个项羽 项羽他带着这个龙王buff太猛了 是 打团的时候顶在龙孙凌身上 龙孙凌就没有输出了 没错 子墨 先进去 立远方一套技能 大家再给个大 再给个控制 赶紧开天穹跑 中路的高地先破 上路还有一条路 再破个上高 只能管下路的兵线了 XYG可以无限一波 中上两条龙 上路这条龙已经进到了里面 关于踩脚把兵线踩出去 终于的灰热被打了出来 秀多被扫残 秀多被扫出的名刀 怎么要不要去追 没去追 还是先选择的把兵线处理掉 蓝这一波一三技能 打住了敲击的复活甲 关于再踩着 踩到三个人 扑进去 但这波九月没有选择追击 挂了一个三层标 后撤进到了圈里 大家这里电梯又好 给一波把自己的队友摇下来 想继续 想继续做一波推进 现在星宇是没大的 秀多现在身上也没有明刀 这波关于出去 被断了个干净的马腿 要直接秒了 这一波他是没有天球 解不了伤害 暖阳进去也被控死 XYG边打边撤 上野阵亡 蓝再咬一口 星宇没有大招 攻速力出来 向于给个一技能 把他蓝退 秀多已经在点水晶了 让我们恭喜 XYG翻盘成功 三高全破 翻盘 这一局比赛 只能说MVP只能是秀斗 换谁都不行 只能是他 一个发育录的李源芳 凭一己之力 手加海抢龙 拿风暴龙王 对 太厉害了 今天就这一局比赛的表现 在这一个赛季 他的这一轮高光的操作 都可以榜上有名 这也给到了乔西 很大的压力 在今天的这场 发育录的对决上 目前以XYG的第一局获胜 暂时领先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到评证系 哇 今天大翻盘 没想到说 今天这一场比赛的第一局 跟上一场比赛的第一局 有那么一丢丢类似 四層相似 对 都是被迫三高的那一边 翻盘成功了 这一把的话 其实北京微博 它的优势会更大一点 太大 太大了 10分钟9千 15分钟 12000的经济差 这个经济差 他怎么可能被翻啊 而且是三路全破 有一个超级兵和一个龙 进去的一个情况下 讲道理 那一波就应该点水晶 必拆的 但是其实北京微博 想法是我经济差这么大 我12000的经济 我凭什么团不赢 所以他们选择是先打人 没有去点塔 亏呀 我觉得那一波 你换五个分奴上去 直接点塔就赢了 对呀 就冲着水晶去了 对 那一波的话 秀斗的李源芳也是拿到了四杀 解说戏也在惊叹 我已经从他们的表情当中 看出来 对于秀斗 这把李源芳的佩服 确实太亮眼了 这也是XYG 他们在进到KPL以来 他们最擅长的一套大桥体系 他们拿到这套体系之后 其实在前期 还是拿到了一个小优势 就是一写的优势 但是微博这把前半阶段 他十五分 十六分钟之前 打得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两波节奏 一波是紫墨 从上路放了一波新眼 来到下路 推了一个大招 那一波帮队伍下路建立了优势 还有一波就是 守自己家的蓝区 乔西的公孙林那一推 留住了XYG重要的两个人 有一个是打野 九月 那两波直接奠定了 北京微博的优势 硬生生地把这个经济差 给追回来 反倒还领先 你看刚才经济差 最多是一万四吗 本局的MVP毫无争议 给到了XYG秀斗 没什么问题 这是北京微博 本赛季第一次MVP 前十五分钟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个竞产滚的速度 对 真的太快了 配合滚雪球能力 做的都是相当完美 但是就终结比赛这一块啊 哇 真的是看着干招 我刚刚跟小奶奶在台下 就好奇 为什么不点塔呢 对啊 因为最后他那个点塔是 那可露露 A了一下 关羽A了一下 这后面不对劲了 感觉原来想点水晶又点不掉了 对他们现在应该很后悔啊 确实 就是这个 曾经有一个机会 你看啊 点水晶 这个时候超级龙快要进去的时候 对面没办法卡住 还有中路一波兵线快要到位的时候 大潮已经倒了 然后XYG靠着这个圈子回来 这个时候可以点水晶了 开始喷水晶了 可以点水晶了 但是蓝扑过来 先把龚森林赶走了 其他人的话 暖阳点了一下被控 哇 然后就没有人点了 厕杀李源芳 我觉得李源芳不用跑 再多点一下 第二下绝对能点出来的 李源芳确实是在点对面的人 我说龚森林 龚森林再点一下 绝对能点出来第二下普攻的 可能是他没有保命装了吧 就是他被九月这里 逼了一下位置 因为九月知道你这里点水晶最快的 就是射手吧 我觉得他不用跑 直接就扛了绝伤 还再多点一下 就都掉了 两位刚刚其实都是 北京微博的一个视角 来看这波团战的回放 其实也更应该关注到说 秀斗的李源芳 在刚刚那一波的一个表现 他也很细节嘛 二技能翻滚出来 然后往回打 就是敌人都在靠近自家水晶的位置 然后他从外圈慢慢打到内圈 然后完成了四杀 对 他是第一波是先被打回了泉水 然后他因为大厦已经阵亡 没办法走圈了 他就只能回去补给一波 然后再出来继续去输出 然后能点到谁就点到谁 因为那个阶段 他不可能把兵线完全清掉了 对的 二分钟以后的兵线很热 他的目标就是要把对面 所有的人先杀光 嗯 每一个射手应该都有一个高地 想要完成一个四杀五杀的梦想 所以这一局的话 秀斗确实也做到了 不过对于北京微博来讲的话 这一局真的就是 大好的时机没能把握住 我觉得就是太烧士气了一点 对 我觉得这局基本上 教练副盘的话也是必拿下的一盘 嗯 那本局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的那一声nice真的是所有的热情和激情感觉都迸发出来了 对于xyz来讲这一局的获胜真的是莫大的鼓舞 是xyz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他们是那个时长比较长队伍 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善于打这种后期的 任性太强了 是的 而今天潇洒在赛前评论席有聊到过 而北京微博是一支前中期也能够建立优势的队伍 对 但就是终结比赛这一块嘛 我脑海里边也闪现过他们之前打顺风局 然后压很大的优势压到高地 然后上不去被翻盘的局面 其实这方面的话是北京微博要去做补强的地方 对 我另一方面我觉得这种优势跟经济差 因为他在S组犯这种错误 其实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真不应该 这个经济差其实xyz这里都有点吃不消的 但是xyz这里我看到 我从语音里边听到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变吧 就西河这个点 他之前刚进入到联盟的时候 他的语音其实是没有那么大声音的 但是现在他的这个主指挥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 而且他随着这个翻盘的节奏 一点一点的铺垫声音逐渐的在变高 一波打的好气势上来了 对对对确实能够感受到 因为西河之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可能就是表达上来讲比较平淡 就是波澜不惊 然后所有的一个情绪起伏可能都在他心中 但是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作为辅助位置 作为特别是作为队伍的一个主指挥 你确实你的一个风格和气质在这个比赛当中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队伍的一个气势 所以他也是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 上斗鱼998看KPL下集赛梦幻组合奖励增加 官赛占领独家接入玩法更多 好李送不停 那看到今天的第一局对于北京微博来说 还是会比较影响士气的 因为希望他们可以快速的去调整 因为咱们今天赛前也分享了很多 对于这个比赛当中一些正确的做法和错误的做法 你又想说到的是忘记上意吧 对因为现在对于北京微博来讲 确实是要这样去想的嘛 因为要转变这个心态 然后呢去应对好第二局的比赛 让我们稍息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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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